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老师不好好上课总给学生放电影,班级去考了全州第一的故事 伊丽莎白是个不折不扣的拜金女,但同时她也是个人民教师 身为老师,她一点没有副老师该有的责任,对学生冷漠,对同事不屑,现在她终于攀上大款,要辞职离婚了 所以她的同事们也是真心实意的在欢送她,令她没想到的是,刚欢天喜地的离完职 她的未来婆婆因发现她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对她十分不满,阻止了儿子和她的婚事 婚事告吹的她只能重新回到学校当老师,但她嫁入豪门的想法从未动摇,所以打算去龙兄让自己的身材更完美,好掉一个金龟婿 她对学生根本不上心,开学的第一天就给学生放电影,课也不教,趴在桌上睡懒觉 在学校里她有一个追求者,是一名体育老师,但一心想嫁入豪门的她,根本看不上她 学校来了一名新老师,因为伊丽莎白对奢侈品颇有研究,所以她一眼就看出,新老师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于是萌生了倒追她的想法,在她知道富二代的前女友是个大兄妹时,愈发坚定了她要龙兄的决心 但因为费勇高昂,她没办法立刻进行手术,就在她为钱苦恼时突然知道参加学校的洗车活动可以赚钱 因为这个活动之前都是艾美老师在负责,所以她找到校长软磨硬泡地拿到了这个机会 为了得到更多的洗车钱,伊丽莎白豁出去了,打扮的性感火辣来到洗车厂 通过她另类的洗车方式,她赚到了7000美元 艾美对她抢了自己的活动而耿耿于怀 所以跟校长控诉伊丽莎白妹的洗车钱,但校长根本不相信她 为了凑齐费用,她不是卖杂物卖废品,就是搜刮家长的补课费 无所不用其极,她一心想通过龙兄调富二代,却没留意艾美已经和富二代越走越近 在一次老师们的聚会上,富二代公布了她和艾美的恋情 伊丽莎白在台下差点没被气死,但她依旧没想放弃 在她看来,她只是输给了艾美的大兄,只要自己成功的龙了兄,就能把富二代抢过来 后来她通过同事口中得知,如果在周历考试中自己的班级能考取全中第一的成绩 那代班的老师将会成为最佳老师,还会获得5700美元 伊丽莎白的心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只要把这钱拿到手,她就能立马凑足龙兄的钱 于是她一改赛班上放电影的习惯,开始狠抓学生的成绩,启动了一系列魔鬼训练 她对学生的这番特训让其他老师对她刮目相看,也让富二代对她十分欣赏 一旁的艾美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她通过自己放在伊丽莎白班上的眼线得知,她有稀释大麻的嫌疑 她立刻跑去跟校长告状,但没凭没据的,校长根本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 因为学生们之前落下太多课,成绩在短时间内根本赶不上来 伊丽莎白又萌生了另一个想法,去考试中心偷答案 她通过色诱工作人员哈莱卡成功进入了办公室 再在她酒里下药,把她迷晕后成功偷到了考卷答案 一个月后考试成绩出来了 在宣布最佳老师时,自信满满的艾美觉得会是自己 没想到公布的却是伊丽莎白 不甘心的艾美只能通过跟富二代秀恩爱来刺激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也不甘示弱,给她送去下了药的苹果 艾美以为是学生的礼物全部吃了下去 结果脸上长满了过敏的红疙的,还因此错过了老师的集体旅行 艾美为了报复决定要找出伊丽莎白吸食大麻的证据 因为没有她的钥匙,所以直接把自己的办公桌跟她的换了过来 在请开锁向翘海锁后,她发现了伊丽莎白偷到考卷答案的事情 并立刻向校长举报,为了洗脱嫌疑,伊丽莎白用她之前在办公室给哈莱卡拍的裸照为威胁 让她不敢对自己进行指控 为了保全脸面,哈莱卡推翻了自己之前所有的供词,在场的人都傻眼了 眼看事态发生了变化,艾美做出了最后的反击 她说出了伊丽莎白吸食大麻的事情,但她忘了自己已经把桌子交换过来的事情 所以搜毒犬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发现的毒品 在所有人眼中,她才是那个吸食了大麻的人 因此她被调离了这所学校 艾美离开了富二代想和伊丽莎白在一起 不料却遭到了拒绝 搞出了这么多事的伊丽莎白似乎是忽然想通了 她放弃了龙雄手术,认真对待工作 也不再调金归序 接受了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体育老师 本篇来自喜剧片《坏老师》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尾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尾,咱们下期再见